第一集 新版《流星花园》剧情改动大吗? 作为台湾诸多热门偶像剧的制造者 柴志平出品的电视剧都成绩都不错 其中17年前推出的《流星花园》掀起了F4后动效应 创下了很多收视记录 堪称80号、90号对于青春偶像剧的经典回忆 近日柴志平因为翻拍了新版 《流星花园》又引起了众多网友们的关注 都知道当年台湾版《流星花园》已经是很经典了 为什么柴志平还要翻拍《流星花园》呢? 即使是有如此之大的成功 柴志平依然觉得当年的剧集有着很多的遗憾 其中最大的一个遗憾就是穷 当时剧组的经费很紧缺 所以原作漫画里很多经典的海外场景 以及很大的新动场面都没有办法还原 与此同时 柴志平觉得当年没有给《流星花园》剧情一个完整的结尾 也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花样男子》的漫画是在2004年完结的 所以其实当年的《流星花园》故事完全没有讲完 这一直是一个遗憾 现在终于可以补上了 电视剧《流星花园》剧情讲了什么? 新版《流星花园》剧情改动大吗? 18岁的高中女生山菜进入了贵族学校 但是由于不是富贵家庭 所以山菜显得与这座贵族学校格格不入 学校里有四个外情阳光帅气 家境富裕的学生 道明寺 花子美 西门和美作 道明寺很自恋 自觉得有着逆天的颜值 风度偏偏能驾驭任何发型 花子美对别人的事没有兴趣 她只关注藤堂静 美作博爱 西门也喜欢茶道 四个大南海就这样进入了山菜的世界 道明寺频频成股山菜 穿山菜的协调性 却被山菜一脚踢趴下 我懂山菜可不是好欺负的 这下可柔恼了傲娇的道明寺 从此之后道明寺经常捉弄山菜 暖心的花子泪每次都会帮助山菜结尾 与F4打打闹闹的过程中 顽强不屈的山菜逐渐改变了四人对她的看法 变成了朋友 道明寺对山菜也有讨厌转变为喜欢 两人经历重重阻碍最终走到了一起 电视剧《流星花园》各个翻拍版本 《流星花园》改编自日本漫画《花样男子》 台湾版《流星花园》2001年播出了第一部 2002年推出第二部 两部剧的收视率可谓是全面开花 主角是大S言成剧《周宇明》 吴建豪 朱孝田 而新版《流星花园》翻拍的消息一出 当年参与《流星花园》的主演们也纷纷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大S承认山菜是个绿茶 吴建豪本人发微博调侃了一下美作的离子烫发型 第二部是2005年日版《花样男子》 主角是 锦上铸鸯 松本润 小丽群 松田祥太 阿布里 第三部是2009年韩版《花样男子》 主角是 聚会善 黎明稿 金贤重 金范 金骏 第四部是2009年内地板一起来看《流星鱼》 主角是 郑爽 张汉 于少明 魏晨 朱自肖 第五部是最新的柴制品版《流星花园》 主角是 沈岳 王各地 关红 梁靖康 吴希泽 谢谢观看欢迎订阅